同学们 大家好 在经过了复习我们的文法解说的部分之后呢 我们现在开始到了这里 练习的部分 那么首先第一部分是就单元的基础练习 基础练习一 那么选择题内容出现了 第一题 そのビル崩壊のニュースが伝わる 関連の建設会社の株価が下落した そのビル崩壊 那个大楼坍塌的这个新闻呢 伝わる传来 于是呢 这个相关的建造公司 就是建设房屋的公司 它的股价株価下落した 就暴跌 那么A一发生 B紧接的发生 第一个 か否か 是否 や否や い怎么就怎么 が否か 那这个不是我们常规的剧情了 所以 là か否か 那么三十个干扰项 ど思いか 原本以为是怎么却怎样 或者い怎么就怎么 但是呢 多带有一些 多多的东西 所以他说了 いろいろと 这是个线索 各种各样的 しっぴが重なる 花费都重叠在了一起 于是 要同时支出多币的开销 しっぴ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看到它是放在前方的 那么无论是 どかどか距离 なりなり距离 还是 どいどい 都是放在名字后方的 所以赵天文正确的答案是 用吧 や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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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だ と なりなり 这个月啊 又是朋友结婚 又是同时的孩子 那么 儿子出生 等等 那么各种各样的开销 都 集中在了一起 第三点 マズシさん 学校に通うことできない 子供がたくさんいる 有很多孩子呢 学校に通う 上学 他没法上学 那么穷和没法上学 直接是因果关系了 我们来看一下 が 早いが い 怎么 就 什么 ゆえに 一种客观的 众所周知的原因 やいな い 怎么 就 什么 而ために的接续法呢 出现问题了 マズシさん是个名词 所以ために如果接呢 我们会加一个 の 加上ために 所以考虑到接续法 和含义等等的 综合因素呢 这要提目中的答案是 一方 因为穷 所以许多孩子呢 上不了学 第四题 メールアドレスさえ していれば 連絡の 何々もあるのに さえば 只要就 只要知道 这个邮箱的地址的话 是有办法 联系的 可是 那么 ノニ这里带有些 事与愿违的语气了 也就是说 事实上和现实情况上 出现了一些违背 明明是 怎么怎么样 就可以联系的了 但是 那么 言下记忆 在现实中 可能没有加以联系 那么 有办法联系 这个时候呢 有办法 用がある 没有办法 用がない 用がない 那么 这时候的用是个名词 前面接动词的 连用型 就是マス型 所以 这些目的答案是 三番 連絡の 使用もある 那么 只要有 邮箱地址 就能够有办法 联系的呀 可是 怎么怎么样 那么 这个喜用不是表示意志 它是个名词 相当于 仕方 第五题 悪いことも 考えいいことになる可能性もある 坏事呢 看你怎么想了 有可能会变成好事 那么 也就根据A的方法不同 那么 结果呢 会很多样化 这是我们看到 正确答案是 七番 这个 又又是一个名词形式 相当于 形式 所以 考えよう 在这里相当于 考え方 によって によって 也表示根据A的情况 怎么样 第二个呢 いかにかかわらず 不论 怎么怎么 情况 如何 都 おか お問わず 不论 也是不管 怎么怎么样 那后面 な どうなるか 就这个东西 会怎么样呢 不看这个的 によら 自是否定 不根据 不取决于什么 不论什么 所以 这要全部 正确答案是 七番 坏事 有时候 看你怎么想了 也有可能会变成好事 第六题 じきしゃちょーの 適人者は 彼 那么 这是个固定文型表达了 除了他以外 就没有了 那么 后面呼应的是 一个否定的位语 非常有特征性的 除了他以外 就没有了 用哪个句型呢 四番 彼を置いて 他にいない お置いて 前面接上名词 后面呼应否定句 表示 这个事物是最适合的了 彼は一番の 敵人者 是最适合的人了 おめぐって 围绕着什么 について 关于什么 にかけて 在什么的方面 多出现一些 比较高的评价 正确的答案是 四番 下一任社长的 适合人选 除了他 是没有任何的 でもさることながら A固然重要 B更是怎么样 Aなら別だ A的话呢 暂且不说 先放一放 お抜きにして 把什么去除 抛开 随重的答案是 2番 姐姐不顾 爸妈的反对 和那个贫穷的 画家结了婚 リバティ その人気歌手の コンサートは 東京 日本全国の 10都市で 行われる予定だ 这个非常有人气 歌手 他的音乐会 东京 在日本全国 10个城市 要预计要举行 那么东京 是可能最重要的 是打头的 第一站 那么以东京为首 在日本全国 10个城市 将举行 所以東京を 川切に 那么第一个 に答えて 回应响应于什么 比如说 粉丝的要求 等等 に加えて レジャ を限りに 最后的期限 或者说 把一种能力 发挥到极限 正确答案是 3番 第9T 閉店は 今年のクリスマス 閉店させて いただくことになりました 那么这句话 我们的本店 这是一个 比较谦逊的说法 本店 今年的圣诞节的话 我们决定 是要休息了 是要关店了 那么表示 最后的期限了 就是到 今年圣诞节为止 那么表示 最后期限 おかに 所以这句话 正确答案是 1番 那么第二个 以什么为 开端开始 第三个 顶着什么的压力困难 第四个呢 不顾不管什么 台里面子 汉字叫做顾 正确答案是 1番 第10题 2人は子供が生まれたの いっそ キズナを深めた キズナ 关系 前半 那表现非常非常 紧密的关系 这两个人呢 孩子出生 为什么什么 于是 更加深了 彼此间的联系 和关系 以此为 奇迹 所以我们看到 这么正确答案是 用法 当然你也可以说 きっかけ 或者き 也可以 那么第一句话 おかわきに 以什么为开端 发生连续事件 お中心に 以什么为中心 およそに 那么这里是 不顾不管 多用在一些 比较消极的东西上 两个人 以孩子出生为奇迹 借着这个机会 进一步 愈发加持 彼此之间的一种 联系 好 那么到这里 我们第一部分 技术练习 结束了 接着我们会进入到 第二部分的 技术练习 ご清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